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经过了电疗 化疗之后 身体当时非常的虚弱 我先生非常担心 就寻遍了新加坡中医 很多中医都需要提前预约 要预约很久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等 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吃中药 吃了中药一个多月之后 我的身体就比较好一点 后来又有那个医素茶 医素茶也是很好了 每天可以喝一杯到两杯 到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可以说很健康了 陈医师了解了我的病情后 就给我开了一个药房 就是中药加医素茶来帮我处理 在陈医师的治疗六个月后 我的身体就明显降好 我先生也是感觉到很成奇 后来我们就把那个西药停了 然后就专门吃这个中药 一直吃到现在 所以我现在也有去找那个工作 如果我没有见到他来讲 我看今天我也不在了 没有他可能也没有我 感恩 感恩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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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